從高空往下看 濃煙不斷穿出 這起火警意外發生在昨天上午8點 位於崇津街一向一號的宮廟 突然冒出濃濃大火 火勢一把不可收拾 甚至就連隔壁的木造老房子 也遭到波及 昨天火警我們接到報案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那個箱子裡面 那從那個箱子裡面進去之後 到達現場的時候就發現 宮廟裡面就是 一樓都是全面燃燒了 那面對宮廟的昨天的部分 也是有火出來 那那個地方是比較高一點 那個二樓高 那在左側又緊鄰有五層樓的一個公寓 那到達現場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復線 先阻絕掉左邊 會燃燒到我們公寓的一個 屋室的一個部位 由於現場相動相當狹窄 大型消防車輛根本無法進入 消防車有立刻復下水線 因此便會趕緊阻隔火勢 避免大火繼續向一旁的公寓延燒 而鎖性火勢控制的讓 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然後正面 正面在以另外一條水線 在做正面的一個公寓 那鎖性這次 火警沒有人員傷亡 那也 那個把火勢局限在 原本燃燒的一個 面對宮廟的正前方 跟左邊有少許延燒 那面對宮廟的左側 還有靠近五層的建築物 那個廢棄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 只有僅止於燒到這些地方 那後面有些許的燃燒這樣子 淡水消防部隊表示 由於宮廟內 對放了大量的易燃物 所以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詳細的起火點跟起火原因 目前都正在調查當中 消防部隊也呼籲 如果有類似環境的宮廟 一定要格外小心火燭 謝謝陳柏惟 淡水採訪不到 謝謝陳柏惟